門徒媒體新書 教會罪惡實錄 現在徵求50位贊助訂戶 只要每人預訂至少10本 就可以籌集到足夠製作出版的成本 現在用手機掃一掃 螢光幕的QR Code 填妥資料 選擇贊助訂購的數量 入完數 記得電郵回入數資料 現在去電到電話非常激烈 現在是非常激烈 死警察走過來 人探人MCI SIR 知不知道什麼叫MCI MCI 你們有沒有人這樣探 有沒有First Day中了胡椒帕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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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媒體 我沒有 是你去網媒 他是在網媒 有去網媒 人家在網媒 人家在網媒 基督教網媒 基督教 響著些人 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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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第二節 今節主要探討一個近日很有趣的現象 叫做譚子信現象 譚子信現象 是的 可能會問 為何跟即將移民加拿大 淺藍教育譚子信有關係呢 因為話說 上個月頭 他的港度被藍絲會有投訴 當他在自己個人的Facebook公開這件事之後 網上一時後有很多熱議 基本上 教來的信徒當成立場已經由淺藍轉變黃絲 當成英雄 哇 英雄? 是的 還有 他上個星期去了申福台做節目 大譚在國安惡法之下 教育同工應該怎樣宣說 整件事我覺得很出奇 譚子信的立場 大家知道他很保守 很親建制的 但為何他忽然之間 表面看來好像轉變了立場 說了一些正常人話呢 直到近日 我在網上見到一篇 給譚子信的詩篇105篇的文章 他用咒作師作背景 批評他是偽君子突然使禮的行為的時候 我就開始明白為什麼了 是的 Eric 也不如說一下 他在7月7日的時候 他上了個星福台做嘉賓主持 那他講了什麼呢? 不如你recap一點點吧 好嗎? 好的 譚子信在7月7日出席新福台擔任嘉賓主持 那個題目叫做 《國安法下教會講壇的室常廣》 另外兩個主持就是馬寶羅牧師 陳欣明牧師 主要探討在《國安法》通過後教會的宣講 應該是怎樣 馬牧師就是提出7月7日 《反國安法》的遊行下 黑警的Facebook就展示了一大堆聲稱 違反《港區國安法》的口號貼紙 其中一個 竟然是一個經文 是經文 就是《阿摩師書》的五章二十四節 《維園公平如大水滾滾》 《公義如江河韜韜》 竟然這一個 二千多年前的經文 違反今時今日的《國安法》 他們開始談 譚子信強調教會講道 動切得救 教會講道很困難 講一個訊息 什麼人都會compain 藍絲會眾批評他黃 黃就會批評他藍 就算我講那些事實 但那些人仍會compain 你不應該講那麼政治的事實 只是講全福音 現在就難上加難 因為有了《國安法》 然後他又編了全部《國安法》的討論 其實六十六足都編了出來的 這麼誇張? 對呀 有啊 他有啊 總之譚子信 進一步說 不是因為自己想講一個政治的取態 或者我有一個agenda 所以我想講一下 愛以至能 教會 教會 能這個 Risk Free 即是沒有風險 即是沒有危機 或者我就是好不滿這政府 我就是要講啟事樂 他指 神是Speed for us 又Speed in us 不是我想講些什麼 而是神想我講些什麼 是的 嘩 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這個人 對呀 還要不要講下去 繼續 繼續 譚子信就提出 他說 說到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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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實現有落差 他說 他認為阿摩司書設合香港的處境 但是聽眾 會期望他會 宣講這個 平安福音訊息 又形容華人教會輕事這個 樂桑信藥 嘩 樂桑信藥都說了 最後阿譚子信就指出 信仰有顛覆性 大公盛 從罪的世界施行 再造 再造及拯救 但是整個節目 阿譚子信沒有解釋到自己 為何突然間 由藍轉黃 轉變立場 是的 他是沒有解釋到的 當然 這個是他7月7日他說的 我們再重複回 6月7日 譚子信傳道 就是 即是被投訴那個 是的 被藍絲會友投訴的 那篇廣道 就是 在6月7日 就在欣福堂那裡 那裡 那個題目就是 時代的祝福 1 阿伯拉罕與 以撒 就是 應該有2 有的 有的 不過他被投訴那個是1 那個 他簡直是 他的Facebook page那裡 那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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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link 那我就聽完 我聽完 那 大約 兩分鐘左右 大約在他14分鐘30秒 為什麼14分鐘30秒 因為他之前 是有些 例如短的話劇 詩歌敬拜 那樣 他真正廣道的時間 就由14分鐘 大約14分鐘30秒開始 是的 那就大約分多鐘 大約分多鐘左右 那麼 開頭他就提及了 中共為了倒閉教會發展 他就禁止18歲以下的青少年進入教會 譚子信就說 三字教會在大門口 張貼拒絕少年兒童進入教堂的標語 他提及中共憲法指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他亦都說 中共政權知道很難迫使到一些忠心信徒放棄信仰 那麼 一代信徒全部死光之後 教會就會後繼無人 那這件事 咦 當你聽到這個introduction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咦 似乎阿譚子信牧師好像 說立場好像開始轉變了 對中共有點不滿 但是你一聽下去 就不是這回事 他接著開始說什麼呢 他開始說 原來他說 香港教會很多都留不住年青人 他就引用了美國 一個研究就是說 有59%的青少年 就是15歲之後就不再回教會 接著就說到欣福堂裡面的數字 就是在2017年的時候 20至29歲的群組 只是會中4.4% 即是很少 現在是留不住青少年 即他是其中一間受害的教會 這樣 接著他就用三個角度去探討 上帝定義去刺下跨待祝福的心意 包括上帝阿巴拉罕和以撒 他第一個角度就是 上帝是隱藏和引導的 他就說 在創世紀24章裡面 他隱藏在幕後 他就說 見不到神是以超自然的方式顯然 他在平常之中 令讀者發現上帝介入帶來的驚喜 正如當時 那個老伯人 即是阿巴拉罕 幫他的兒子以撒娶妻 叫老伯人去找女子 他就祈禱了 在創世紀24章 14至15節 祈禱後 在神的引領之下 見到神為以撒 預備的太太 李伯家 他提出有三個條件 包括同族同家 願意給老伯人喝 還有願意給老伯人的十隻駱駝喝水 後來當然 你看聖經的記載 那個女子是過關的 那麼 最終 都成為了 那個 以撒的妻子 他就帶出 萬事臨到 就不是因為 採數 而是 有上帝的引導 祈禱尋求神之後 就會找到上帝介入的軌跡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就是講到上一代 就是 找緊與放手 這裏 第24章尾 去到25章的時候 就是 這個是 講到阿伯拉罕 去到人生最後階段的特寫 他當時 他就說 當時最忌掛就是以撒的婚事 他講到以撒的婚事 就是有淑靈的意義 在創世紀21章 22章 就是 他應許他的後裔 就好像海面的沙 那麼多 所以他就委派老伯人 回去阿伯拉罕的故鄉 就是密色同族的妻子 阿伯拉罕有兩條底線 第一 就是以撒不能娶家男女子做妻子 第二 就是他不想 以撒回去阿伯拉罕的故鄉 就免得錯過了耶和華的應許 因為耶和華的應許 因為耶和華的應許 就是刺獄加蘭地 就給阿伯拉罕的後裔來 所以阿伯拉罕就懂得如何放手 他相信神是必定有預備的 他借這件事去批評 我們今天的年長一代 不懂得放手 只是很著重一些學業的教育 不著重他們的熟靈的光景 是不是在罵蘇榮智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第三個角度 就是下一代承擔與命定 他就用二十四章六十一至六十七節 他講到第六十五節的時候 即是那個老伯人的稱呼 他就是他暗示以撒成為新的主人 即是以撒的妻子利伯家 就會繼承了撒拉的位置 下一章已經講到阿伯拉罕就會離世 他提到一個跨代交絕的問題 他帶出如果以撒和利伯家 他沒有配合神的旨意的時候 故事就會改寫 最後兩分鐘的結尾 他講到欣福濤面對兩代交絕的情況 他講到他會去加拿大 蘇榮智9月會退休 他提及其他執事都會退下來 有些新去補償 然後他臨結束之前 他就說近年的社會事件 帶來兩代人的敵對 互相攻堅 他提及國安法之後 通過之後很多人預計 公民自由會收窄 前路內憂岸 所以要信上帝的保守 要謙卑韓服在上帝的面前 那個欣福堂6月7日的廣告 其實上載在網頁裡 Youtube找到的 這個我剛才說的 只是很若略地告訴你 OK 大家記住6月7日他講過的什麼 這件事真的很出奇 我不知道為什麼 譚子信他被打壓被投訴 說到很委屈的時候 整群信徒就當他是英雄 為什麼 那究竟 如果你剛才有細心聽 譚子信在7月7日的言論的時候 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說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為什麼會聽到他有藍轉黃呢 他整個的 講到 他整個分享就是 我講到藍會族就批評我黃 黃的會族就批評我藍 動輒得救 其實我不是想推翻政權 又不是想維護政權 只是想上帝要去講得到 首先第一件事 既然你譚子信臨離開之前 你聲稱說要爆大禍 喂大哥 那你的老闆 前主任牧師蘇詠智 在去年反暴制惡法抗爭的裡面 多次公開撐警 歡迎魔警 有抹黑示威者被利用的時候 又叫我們投降不要對抗 為什麼你譚子信身為父堂主任的時候 隻字不提呢 你整個節目是沒有提過這件事 你不要忘記蘇詠智 你很明顯有支持暴政這個政治取態 有這個political agenda 但我想說的就是 你7月7號 是那個新福臺節目的裡面 完全沒有駁斥過蘇詠智的錯誤觀點的 你完全沒有說過這件事 第二 譚子信你這個說法 動接德國的說法 是非常之不負責任 因為你是將那個責任推卸給會眾 你不要忘記 你牧者面對批評一定是會遇到的事 但是 黃又批評自己 藍又批評自己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宣講真理的人 是不是應該要按著真理去分辨是非呢 你是沒有的 你只是把責任 賴黃藍陣營的信徒 又賴人 哎呀 黃又罵我 藍又罵我 很難做的嘛 動接得夠 這個完全是 丟棄你作為一個宣講者的責任 這是第一大點我想說的事情 第二 我想說的就是 譚子信6月7號那篇 所謂被藍絲會眾投訴 在港道的裡面 原來只是頭兩分鐘 左右就帶出共產黨打壓教育的事實 你之後那三點說什麼 完全跟中國教育沒有任何關係 更加完全沒有為公義發聲的地方 喂大哥 港道的結尾 就只是帶出 當國安法過了之後 信徒就要怎樣 謙卑降伏 信上代的保守 我想問你啊 譚子信 哪有轉變立場呢 哪有轉變立場呢 黃絲的信徒 你看清楚 有沒有轉變立場啊 其實譚子信有沒有聲稱自己是轉變立場呢 那你想得到新福台 那你想到新福台呢 新福台是一個黃絲的網台 如果你不認同新福台的立場 根本不會上去啊 那可能新福台包容大愛啦 那譚子信又 因為要去加拿大嘛 那可能又想 就是 可能他另有阿杰安達啦 是的 就是他未必是做管浩明抗普羅的角色嘛 他可能是假裝中立 就是暗藍 暗藍啊 就是 這件事呢 我覺得 藍絲會眾斷章取義 固然有問題啦 就是藍絲會眾 沒有聽完 譚子信6月7日的講到啦 那當然一定有問題啦 亂投訴啦 其實想知道 他無端端說 共產黨 不讓那些年輕人進去教會 其實想帶出一個什麼信息呢 真的不知道啊 他誇代祝福 但是 問題就是 共產黨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 其實是影響著誇代的信仰傳承的嘛 但是他又不說 他又不從這個向導去說的喔 那就是精神發力嗎 是啊 我覺得是啊 就是 你正常你延長得純兩分鐘 你講到共產黨 講到 哇 禁止18歲以下的 青少年進入教會嘛 那理論上 理論上影響著信仰傳承 你應該是 從這個角度 找經文去 去support這件事的嘛 嗯嗯 但是譚子上整篇講到 完全不是講這件事的喔 OK 行 是啊 新任唐主任 黎家喬都是仆街 你想想 他完全沒有聽過 譚子信的講道 就直接把那封投訴信交給他 他是他編貼文這樣說的 就是收到 黎家喬那封 匯友信他轉交給他 嗯 黎家喬也是仆街 就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去fact check 究竟 究竟是否講這些東西呢 又沒有啦 是不是 那麼 討好匯眾的是仆街 但是譚子信那篇這樣的文 如果教香港教育備受受受 就更加有問題啦 喂大哥 你整篇文章裡面 講到自己 啊 被投訴的過程喔 嗯 又借題發揮 講到共產黨對付教會呢 會怎樣呢 派人滲透 可以收封 發言 影響教會的決策 參選團契職員 就是借著這件事件 製造一個被打壓的一個假象咯 他走去欺騙那些沒有聽清楚 譚子信6月7日港道內容的黃絲信徒咯 喂 還有啊 我想說呢 喂 譚子信講的中共的手段 不是新聞啊 是不是啊 對啦 這個完全不是新聞 一直發生著啊 你聽我們第一次 大公報 怎樣去抹黑我們的 我們的木者 黃絲的木者 他怎樣做啊 眾參黨在做這件事很久啦 要不需要你說呢 是不是啊 為什麼你 譚子信 或者蘇詠智 過往的港代沒有提過呢 而是偏偏要簡直在你 臨離開香港去加拿大木會 聲稱被藍絲投訴的時候 才說啊 你遲不說了 你現在才說 是吧 這是你解釋不了的嘛 你是完全沒有解釋過這件事的嘛 還有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忘記了 你譚子信就是 基督教回體 封新聞的董事會主席 嘩 這個封新聞 我們印象深刻 對 印象深刻 Eric 你說一下封新聞 真的 是你那壇事來的 是啊 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當年他們一開壇的時候 他就訪問了這個 未婚成人 是 OK 然後呢 我很清楚記得 我看了這個 譚子信在Facebook的那種 歪理 那些歪理 那些歪理 真的要說一說 真的 大家不記得 那你記不記得 我當然記得 那你講來聽聽 那有網民就在封新聞的Facebook專頁留言 就是說 反同但接受未婚懷人 捍衛家庭價值的 例如說 當時 Jayson Tam 譚子信的英文名叫 Jayson Tam Jayson Tam 他是董事會主席 那他就留言 就是說 正確來說 他是奉子成婚 而不是未婚懷孕 我想問一下 什麼分別呢 奉子成婚 因為你有寶寶才結婚 你也是未結婚 你也是未結婚的 其實是 那就是未婚懷孕 你有了寶寶才 那奉子成婚是未結婚 強姦元 娶了做老婆 就不算強姦了 真的 然後他還寫 他更加兜 他真的兜 就是說 奉子成婚應該是結婚 未婚懷孕 則不肯定 他們是否結婚 大哥 你講 你維護家庭核心價值 但原來 你講這些話 大哥 還有很有趣 為什麼說家庭價值 而竟然要去訪問一個 未婚成婚的女士 真的完全不明白 這件事就是很有趣 很多正常婚姻下面 懷孕的媽媽可以問 是啊 為什麼偏偏要選擇 容可欣呢 是啊 沒錯 這張照片就是 《封新聞》的網頁 《封新聞》的網頁 表面看起來好像很多新聞 但如果你看清楚的話 《封新聞》所取材的新聞題材 基本上主流 不是香港人所關心的事 舉個例子很簡單 譬如 《港版國安法》 它是只有一篇 以移民的角度出發的報道 完全沒有說過 《港版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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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始明白了 為什麼譚子信現在做的 最大責任就是 一群黃絲信徒 我講幾個原因 我自錄三點 你講第一點吧 好嗎 第一點 作為昔日 建制播度會 恩福堂的風頭等 譚子信牧師 不只突然洗底轉黃 而且一而再 再而三 化成光明使者 又再成為網上基督教媒體 新福台嘉賓主持 有沒有搞錯 這種見風轉陀 而勢力維穩 及沒有原則的目者 竟然成為近日 黃色教會圈追捧對象 他突然說回人話之後 大家就覺得沒有所謂 難道悔改的代價 竟然如此便宜 面對 宗教會與信徒得過且過的信仰態度 我真的很想嘔 對 我完全認同 他說我真的很想嘔 對 黃色的教會圈 我覺得 這個是有趣 但是很可悲 好笑 你就算去黃色的網台 作為新福台 我個人覺得 就算我請嘉賓 我也要描述一下他的背景 究竟他做過什麼 我自己覺得 我們請剛剛上來 都要 我幫新福台去 又不能叫做解話 是啊 是浪子回頭 OK 無論他以前 不要緊 浪子回頭就可以了 是 可以嗎 可以的 但是有一點都說得很對的 就是說 你悔改 你轉變立場 你只不過有一個原因 你那個原因 是不是 你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 你講的言論 跟你究竟在 恩福堂的時候 講的不同呢 你完全沒有提及 那個 究竟你的立場 跟蘇詠智的立場 是不是一樣呢 有沒有割席呢 沒有 就是 你這麼不認同他 你說到 哇 新福堂講到 應該講完應該是怎樣的 但是你的老闆 舊老闆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說你悔改 喂 你都要 證明給別人看的 我們的重點是 誰 譚子信 是的 因福堂暫且放低一邊 是的 我們就當他 認為他是浪子回頭就算了 OK 這個另一點 我認同的就是 早前見到Facebook朋友 分享 Pastor of Stature 即是他的Facebook專頁的貼文 內容仿刺理所當然 但事實又是不是呢 一個在保守教會做牧養的譚子信牧師 竟然得到大部分讚好及分享 一個善亡的信仰群體 難道你們不Fatcheck他的前層往善嗎 唉 這個 回覆一下文化九宮 是的 OK 基本上 現在所謂的基督徒 我相信超過85%的人 是不會做Fatcheck的 唉 是的 如果有做Fatcheck 是的 第三點 就是 香港教會 與牧者們的愚昧 那是沒有辦法用常識去理解 你看看染紅到法子的恩福堂 其首席差不多 可以做第二把交易的譚子信牧師 突然轉和洗底 再移民加拿大 是否害怕紅色帝國呢 答案呼之欲出 大教會福墳好 賺夠錢就走人 還可以去一個 沒有人認識你的國度 重新出發 我真是恭喜你 你又可以繼續 愚昧世人 不知道有生之年 可否見到上帝問候你呢 哇 這個真是 夠直接 免 這個故事教訓你 依附紅色教會打工 做壞事行平庸之惡 就最好不要生小朋友 免得你的惡行 日後報應你在子女身上 好 這個真是 講中我想說的 真的 講到這個譚子信移民加拿大 是 我就有個個人的看法 OK 其實我覺得這個 只不過是翻版梁堅成 對呀 又對呀 對呀 他去到加拿大 一定有他加拿大的 agenda 大家放長眼來看看 一定是呀 OK 我今天就是 說定這句說話 是 OK 大家看著 如果他依然是這樣的人 他去到那裏 只不過 騙回那些人 跟著又扮回是黃 那實情就好像現在梁堅成這樣 是啊 梁堅成 每個星期 他的時事觀察 每天在抹黑抗爭者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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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梁堅成 發表721的看法 哇 但跟著報道會還請他來港道 是啊 是啊 根本上他已經被人炒謊 說謊了 是啊 他講元朗721那裏的時候 對不對 但是你看 播道會 是請他回來港道 給他機票 他飛回來香港 港道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 譚子信事件 基本上 就是一個梁堅成的翻版 對 說得好 所以 正如剛才Eric所說 我真的不會開殺新福臺 因為 我只是覺得 他們這班人 都是被 譚子信扮黃 那邊騙了你 但我觀察到 新福臺 節目下的留言 原來是完全沒有一個信 跟他指出譚子信的前陣往事 就連6月7號 那個聲稱被投訴 引起熱議的港道 都是沒有聽完的 他完全沒有說這件事 如果黃絲的信徒細心發現 譚子信的港道 根本跟公義沒有關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可能會覺得 譚是被迫轉了立場 所以我覺得最嚴重的就是 只是因為黃 較內充斥一些藍絲的建制牧者 加上黃絲信徒對藍絲的牧者有過度的期望 以至當見到淺藍一些的牧者 出現所謂轉態的時候 他們就會一窩蜂當成是英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多信徒 他們不是信耶穌的 他們是信明人效應的 明目效應 沒錯 所以當新福臺的人是這樣 新福臺說的就是真理 不需要想的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對嗎 不會認為是有問題的 反而反過來 就算是有信徒的 門徒媒體 你突然說一個人 好像正常正路 但你說他不行 那你就移端了 這些就是信徒的看法 信徒是這樣想的 這個是黃色教會圈的一些趣 我覺得是很可笑 黃色就不要這樣去界定 對 總之我會覺得就是 股物是藍黃都好 他們其實是不會確認的 OK 沒錯 所以不一定要 要把它界定為黃色是這樣的 藍色是更甚 是啊 如果大家 用一個政治光譜做比喻的話 譚子信是什麼人呢 自由黨的田北俊 這個比喻挺有趣 是啊 你記不記得 2003年的時候 田北俊是頭下一個關鍵的反對票 就叫做殺停了基本法23條立法 於是直到今天 那些人就是不斷地在吹捧著他 吹捧著田北俊 不過呢 共產黨大家知道 他之後做了很多事情 他拆散了自由黨 就另立一個叫做經民聯的組織 是嗎 是 然而呢 自由黨或者田北俊 大家都知道了 從來都是藍絲來的 你看一下 現在自由黨那個的投票取態 嗯 就是 又支持那個財政預算案 加錢給警隊 加工資 你看到的 自由黨是有投票贊成的 你想想是不是 嗯 好了 三年前的時候 曾俊華薯片 參選 那他就聲稱 他在那個論壇那裏 支持23條 嗯 那當時呢 整班民主派 和田北俊 是走去endorse他 嗯 那這個才是最大問題 大哥 你想一下 喂 你作為民主派 你怎會支持一個 撐23條立法的候選人呢 嗯 是不是因為 田北俊是 所謂的中間路線呢 這個我覺得 這個才是最大問題 我覺得是 嗯 所以就 就是希望大家 我們呢 總結就是說 我們踢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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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澄清一下 我們不是鬥王啊 鬥王就是 是啊 你要明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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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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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喂 有些所謂的藍絲的木者 你所謂有些立場轉變了 可能說少少人話了 那你也要看看他 喂 有什麼基礎先 他過往言行有沒有對過往的東西 喂你不認同先 你你你這個我覺得很基本的 我猜許淑婚上新福台都會變英雄啊 是啊 如果教會的生態圈是這麼有趣的話 就是好像你說的 許淑婚上新福台 當他黃絲的啦 真的當他黃絲的啦 哇 是不是啊 那真的不死了嗎 哈哈 那啊 新福台邀請到許淑婚啦 OK 是啊 好啊 那最後就有些呼籲啦 好嗎 好啊 你說說我們有些呼籲啦 那我們就在職務記者主持和剪片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都人手極度不足 就是 各個崗位都需要忍 就是我現在錄音的時候呢 同時在推咪的 OK 沒錯 那主持的 就是如果大家對我們主持 記者剪片 有 就是有興趣的話呢 那就麻煩上回我們那個網站那裏 就填一些簡單的資料 那就我們有個專人聯絡來的啦 還有我們那本 教會 這個 《罪惡實錄》 那本書 的籌款 就是叫人家預訂啦 OK 多謝呢 就有人開始就支持啦 是啦 就留了一言給我們的喔 這裡特地想多謝的一個留言 是其中一個啦 我們 多讀他留言啦 多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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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親愛天父感謝你 我們今天透過 就是透過我們分析 共產黨是怎樣透過他們的國家機器 去攻擊一些敢言的目者 我們見到就是 神你邪惡的 這種邪惡的勢力 一直是沒有變過 更加是 越變越大 越變越厲害 神啊 我們見到 有一些的 教會領導層 他選擇 為了自己的利益 去親共 去親中 甚至出賣我們基督徒的利益 主啊 我們求你 審判這些 惡質的 一些 基督徒的領袖 因為我們見到就是 他完全不按真理而行 反而是按共產黨的一些說話而去行 神啊 我們都見到 就是 我們見到 譚子信牧師 他 講到自己很委屈 講到 要 要 被投訴 講到 講自己很委屈的時候 神啊 我們見到 我們教會 一時之間 見到 吹捧 譚子信的問題很嚴重 神啊 也都反映到 我們 在這件事上面 是欠缺了一些判斷的能力 神啊 求你讓我們信徒 真是 有一個明辨是非的心 因為這個是 在這個黑暗世代的裏面 能夠幫信徒去適應這個世代 因為我們知道 共產黨就是用一些假的消息 一些人 假的悔改去意圖欺瞞信徒 欺瞞一些不熟聖經的人 神啊 我們見到 譚子信牧師 他本身的立場 其實都是一樣 沒有轉變過 一樣 都是沒有去為他 恩福堂 一些的 有違性的言論 去作出澄清 割蓆等等 神啊 我們見到 他將會去加拿大 去做一些木會的工作 神啊 求你祝福那位的弟兄姊妹 讓歌變的弟兄姊妹 都真是 有一個明辨是非的心 去分清楚 去看清楚 譚子信的真面目 以至 譚子信不會令到他們去跌低 以上簡短不完全的祈禱 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命祈求 對 拒絕麻木根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